线上的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你们来到我的厨房我做主的频道 我是子君 今天想和大家分享一道蛮特别 微酸微辣又超级醒味的料理 千岛鸡 千岛指的是Towson Island酱 在困惑其他的酱料和食材 还有酱花的独特香味 搭配出一道与众不同又新银的料理 好了话不多说 我们开始吧 Let's go 鸡腿肉的去骨做法其实不难 新手的朋友们开始时可能会觉得很棘手 但做多几次就OK的了 我在这里做个示范 有兴趣的朋友们可做参考 不方便的朋友可直接请探班的人拜扰 过买鱼去骨的就好了 我个人对食材的选择比较挑剔 尤其是肉类和海鲜类 通常我会在天位量之前就去斯巴萨选购 确保能够买到新鲜度比较高的食材 鸡肉属于白肉是蛋白质的主要来源之一 鸡腿肉在去掉多余的骨头 切成中小块 之前曾做过这个菜肴是用带骨的鸡腿 感觉上会用上较多的酱汁 而且也没有去骨的方便食用 尤其是老人和小孩会较抗拒 当然朋友们也可以换其他的肉类 比如鸡胸肉、虾或墨鱼 总之就是白肉 这道菜不建议用红肉 下十分之一茶匙的盐和一汤匙半的玉米粉 把它们和鸡肉抓拌均匀 不必让每一块鸡肉都沾上粉 腌制一小时左右 将花切片再切碎 总之就是要切碎 用什么方法都可以 辣椒去掉顶部再切一半 然后过去里面的辣椒籽 油籽的话会影响口感 最好不要 接着切丝再多碎 也是一样 用自己认为最方便的方法就可以 油温五成热下腰果 腰果选用印度出产的会比较香甜 用中小火慢炸 要不停地翻动 让它受热均匀 炸腰果的用时很短 要注意 有微微的浅褐色就可以捞起 放在厨房纸上摊开散热 千万别一堆的放着 因为炸后的腰果还会有热度 它会继续变黑 所以要尽快散热 食谱的配方已打在屏幕上 需要的朋友们请自行截图 腰果冷却后 把它装入双重塑料袋里 铺平在左面上中碎 但不要太碎 有一点颗粒状最好 朋友们也可以用自己的方法来处理这一部分 十分之一茶匙的盐 两茶匙的糖 再导入适量的热水 不要太多 把它们全部搅拌至溶解备用 三汤匙半的刀生Iran酱 两汤匙半的Mayonese酱 我用了三个不同牌子的Mayonese 有半香味的 带酸的和最普通的 如果朋友们家里只有一种Mayonese的话也是可以的 随后倒入之前拌匀的盐糖水 给它搅拌均匀 白糖最好选用又糖 容易溶解 接着再加入半粒分量的柠檬汁 再继续给它拌匀 这酱料的甜度和酸度 可自己再做调整 因为每个人的口味不同 觉得不够味的话 就多加点糖和盐 再给它拌一拌 烧热油油温气沉 将鸡肉一块一块的下锅 鸡肉下锅后 不要急着去动它 过一会才翻动 鸡块才不容易脱粉 用铲子给它轻轻的翻动 保持中偏大的火 继续炸 这鸡肉下锅前 用一汤匙的玉米粉抓拌均匀 放一旁让它返潮十分钟才下锅 这样炸出来的鸡肉才会有脆脆的口感 大概炸两分钟就可以捞出 记得全程用中偏大的火 将火调大 待油温升高后 下鸡肉做一次不炸 记住要不停的翻动 让它收热均匀 沉浸黄色后 大概是20秒左右就可以沉起 之前缩漏了一个步骤 在拌酱汁时 也要一拼把酱花碎和辣椒碎加入 把调好的酱汁倒进锅里 用小火煮开 大约8成热去细火 将炸好的鸡肉倒入 不停的翻拌 随后加入腰果碎 继续翻拌 我是绝对的坚果控 所以我会多放一点 然后再做最后的一次搅拌 让每块鸡肉都沾上酱汁就可以成叠了 如果是不想吃太硬太脆的鸡肉 复杂这个部分可以省略 这道菜的灵魂搭配是姜花和柠檬籽 虽是用了Tousin Island姜和Mayonnaise姜 但加了柠檬籽的综合就没有了油腻的感觉 还有姜花的清香和杂香的药果碎 真的是一道很刺激味蕾的菜肴 满满的一大碗超有食欲的 这道菜肴的灵魂主角之一 姜花 姜花是热带国家的产物 在马来西亚的马来文中叫Bunga Kanatan 是外形最美的食用香料 也是天然的空气清新剂 更是制作相近的工业原料 马来西亚的凉的料理中 必定少不了它的种植 而且姜花更是古巴和尼加拉瓜的果花 影片到了最后 温馨提醒大家 别忘了截图食谱的配方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的话 请点赞订阅和分享 还有开启小铃铛 拜拜